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来乍到上海生活是一个什么感受 首先刚来上海的时候 NJ说带我去吃上海的本帮菜 这个名字咱们当时就是一个想问 又不太敢问这个本帮是什么帮 有什么帮回 咱从小到大醉混的时候也就当过健身界 大派集结吧 这个帮派听起来有点牛啊 那我要吃这本帮菜那别的帮回来干嘛 这个饭怎么还跟帮回成人关系了 这什么社会饭咱不敢乱吃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南方北方的同学 谁也没打赢过就是这个豆花 作为一个北方人咱就不明白 豆花它怎么能是甜的呢 豆花不就得咸的吗 放点韭菜花放点小炸菜 甜的豆花是啥呀 就当我马上要想通并且表示理解啊 可能南方的朋友们 天生就是比较喜甜一点 结果你们告诉我粽子是咸的 Why 那粽子它咋能吃咸的呢 那粽子不就得帮它找蘸白糖吃吗 还放肉 这些我都忍了 但在我听说月饼里面放肉的时候 我彻底破房了 你那不叫馅饼吗 你一年一度的中秋 你送我喝馅饼 NJ带我回去见家长 我第一次见叔叔阿姨 就是我心思这个 就如此重要的晚餐 我怎么着不也得 就是我已经开始想这个敬酒词了 那我们家乡就是吃一大桌菜的时候 就是要敬长辈酒的 结果咱就去了以后咱就是满充找酒 那个叔叔叔就看出来了 叔叔主动问我 喝什么酒啊有啤酒有红酒 我就反应过来了好像叔叔阿姨不喝酒 我就犹豫了 叔叔一看我迟疑 他说我懂了 我说叔叔且慢 您可能看我的视频对我有些误解 我说您喝阿姨不喝酒 我也不喝了 我想说的是我本来是想敬你们酒的 就是叔叔说 懂了我摇人陪你喝 叔叔说他有个湖南的邻居 特别能喝 又跳过来陪我battle 完了朋友们 第一次见家长啊 就给叔叔阿姨留下了这么个酒梦子的印象 从此我正式的再醉酒去 吻的阿姨姐 再也跳不出去 双椅池 这就是方言 上海人说哇我真的压根听不懂 我其实特别羡慕 那些会说方言的 就小朋友们你们都会说什么方言 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 就是你们在我旁边打电话 那就跟加密了是 根本不用回避我 你虽然说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我们就不行啊 我们只有口音 一通电话才可以听明白白的 就NJ从来跟人家打交道什么就是 那个道别的时候都会说一句 普通话就要再会 他教我 咱就是说不明白 特别嗲那种 我每次说的都像个大聪明 然后就人家这个说话方式啊 我发现上海向这个服务行业 人家就非常的会说话 就小天天 我去健身房想办那个会员卡 人家想要我报课 人家都是说 哎呀小姐姐长这么好看 我们想天天看到你呀 想天天看到你来呀 你就报嘛 这个我说的心话你怎么办 那能不动摇吗 我在东北健身房 人家劝我办卡原话啊 老妹我是为你好 我瞅着你也敢恋恋 你就虽然是实话 但怎么就那么刺耳 不会天天秘语 骗骗我就别说了 所以啊咱东北人做生意 赶不上我们南方的朋友们 是有道理的 这各有各套 也必恰恰 反正像我这样似的 我有时候就是想听一些美丽的谎言 我感觉等我老了 我就是特别吃那一套 哎呀您怎么这么年轻啊 我还以为你孩子才上小学呢 然后我50多岁的 哈哈 我孩子今天都大学毕业啊 可不啊 还有一个我最难适应的就是 南北天气的这个差异 该说不说啊 我绝对不是偏心 我觉得大年的气候 全球最好不接受重变 冬暖夏凉 湿度温度对我来说都是恰恰好 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真的是适应比较难 就是它虽然外面它感觉很潮 但我的皮肤它还是干燥的 这个时候呢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 一直在帮我的双抗精华 就派上了用场 这个小可爱我跟你们说 牛蛙牛蛙了 这个是柏莱雅的双抗精华 那它名字就很明显了 我本来就是用它为了抗氧化 像我经常做的西肤规律啊 学年轻人奥大义 叫皇上加皇 用它提个量抗个氧 非常抗它 那换季我最注重的就是化湿 这个时候它的功效也不在化下 像我特别容易出问题的鼻翼啊 嘴角这些地方 就单用它再不用叠其他的修复产品 就可以应付过换季 而且它涂起来就很轻薄 你看延展 非常好 就一层就够了 完全不用为了换季涂很多层 就用的也挺省的 这个小宝贝真的是跟我一样难被通知呢 那其实我回过来呢 决定在上海定居 有很长的一个思考纠结的过程 我原本确实是打算作为一个北方人 我还是在北方一个城市会更习惯 但是我又想 人生如此之短 我应该用有些的时间 体验无限美好的事情和地方 我是觉得每一个冲击力比较大的 适应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都有它的一个乐趣所在 我是妇女倾向的我的事 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有能力有时间的话 多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永远年轻永远热烈盈眶 最近也是在上海的街头偶遇了非常多的小可爱 希望大家看到我都给我照相 然后发给我 我都存起来做成照片墙 because you're all my love I love you ok 再也会 I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Yumi bye